第25题,第25到26题是提主 永轮开车时以时速每小时72公里 在快速道路上奔驰 发现前方有车祸发生时 他紧急刹车 从他踩刹车到停止 总共花了两秒 请回答25到26题 第25题是问 他刹车时的平均下路数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 然后这题本来应该要 所谓的要单位换算 把每小时多少公里换成每秒钟多少公尺 不过题目上已经告诉我了 时速每小时36公里等于每秒10公尺 那么时速72公里那就表示是每秒20公尺 那么我们的平均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 有多大的速度变化 那么我们总共花的时间是2秒 那么一开始的速度是20 然后后来的速停下来速度是0 所以答案就变成2分之 -20等于-10 这个符号表示我们的 加速度的方向跟速度是反方向 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 他刹车时的平均下速度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 我们答案选择是B-10 我们答案选的是B-10